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物联网太阳能路灯智慧监控系统的手机APP介绍 这款手机APP可以随时随地对设备进行远程监控数据分析、故障以及远程设置参数 可以支持对设备进行各种操作、开关灯、调节设备亮度、修改设备参数、查看路灯位置等操作轻松自如 还有可以观看实时数据以及历史数据、想查就查 随时随地掌握路灯设备运行的情况 为城市路灯管理维护提升极大的方便,让路灯管理更加简单 那么我们对APP进行详细的介绍 这里就是我们的登录页面 输入我们的账号名称以及密码 可以点击基础密码 下次登录的时候就无需再输入密码 也可以点击自动登录 下次能自动登录 接下来我会分为四个部分给大家介绍我们的APP 第一、首页 第二、项目 第三、警告 第四、我的 第一、我们进行首页的介绍 这里会显示所有的项目、所有的灯控 可以看到是否亮灯、灭灯以及故障的离线 还可以看到今日的发电数据以及历史的发电数据以及用电的发电数据 可以看到每个图表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以及理解 这就是所有项目的一个集体数据 如果您想要观看某个项目以及其他项目的话 可以点击首页的右上角 选择某个项目或者搜索某个项目进行观看它的一个数据 你看这就是一个数据 第二、我们来介绍一下项目 点击项目 可以观看到所有创建的项目以及创建时间 添加了多少灯控 如果您想要添加项目 可以点击右上角一个加号 就可以填写相关信息 点击添加即可 这个项目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 就是地图 点击右上角图标 进入地图页面 可以观看到所有的项目 或者说单个项目进行选择 选择单个项目 可以看到现在项目所在的地方 以及它安装的地方 还可选择全部设备的状态 是否开灯 是否警告 是否离线 这个地图呢 还含有两种地图进行选择 可以选择卫星地图 可以观看得更加详细 更加透彻 这就是一个地图的强大功能 回到项目页面 我们进行一个项目 进行操作一下 在这个项目页面里面 有设备管理 以及进息 这个设备页面 可以观看到 此项目所有的灯控 是否离线 是否没灯 是否警告 以及灯控的详细信息 如果您想要添加新的灯控 可点击右上角一个加号 点击添加灯控 首先需要输入路灯编码号 88号 然后输入pm码或者扫码进入 这个扫码功能无疑是非常方便的 扫码完成之后 可以点击获取精维度 获取当前的位置 方便以后施工 以及维护此当的设备 点击添加 如果您的设备已经添加在某个项目里面 它就会提示在哪个项目里面 这个时候就以防它进行冲突 以及数据的混乱了 来我们观看一下灯控的显示情况 可以点击某个灯控 可以观看到详细的数据 路灯的参数 电池板参数 蓄电池参数 以及更新时间 它所在的项目 以及pm码 当然可以远程开关灯 以及更新 还可点击地图 可以观看到我们这个灯 现在安装在某个地方 当然也可以对这个灯进行修改参数 点击右上角的一个设置符号 可以对此灯编辑信息 还可点击负载参数设置 如果您的设备并没有连网 那么就无法修改 也无法读取它的一个实时信息 我们不仅可以对单个灯进行开关命令 以及修改参数 还可批量进行操作 在设备页面点击右上角的打钩页面 可点击右上角的全选 选择所有灯控 可开关灯 以及修改参数 或者删除这些灯控 这是非常便利的 点击管理 在这个页面 可以添加多个路段进行分类 点击信息 可以观看到此项目的一个详细信息 也可对此项目的信息进行修改 或者说删除此项目 第三 告警 告警管理页面 可以观看所有项目 或者选择某个项目 点击选择 还可观看所有告警的类型 进行选择筛选 所有的状态是否处理 或者未处理 如果有告警灯控 未进行处理 可以点击此灯控 进行生成工单 提供给维修员人进行维修检查 这个告警就可以减少我们的一个施工成本 不需要一个一个排查 在线上可以实时关注 灯控是否有告警状态进行处理 是否有告警状态 查看进行如何 可以查看 可以查看告警的状态 进行分析 进行如何处理 第四 我的在此页面可以修改个人信息 修改账号密码 修改参数模板 以及推送设置 关于我们清除 第四 我的此页面有 个人信息 账号安全 参数模板等等 可以修改个人信息 详细的数据 以及用户头像 还可进行修改账号的密码 修改参数模板 参数模板又是一个大亮点 这个参数模板可以在 这个参数模板可以提前设置负载参数 以及电池的参数 提供储存 在施工的时候 或者修改参数的时候 是非常简便的 可以直接选择我们的一个参数模板 即可就无需再进行多个操作 再从修改负载电压 参数模板 参数模板又是一个大亮点 在参数模板里面可以提前添加负载参数模板 蓄电池参数模板 那么这个参数模板呢 是提供给客户进行对某个灯控 进行直接选择 可以提供给客户 在可以提供给客户在修改某个灯控 或者整个项目的灯控里面 直接选择所需的参数模板 即可修改详细的参数 这是非常简单又方便 这就是物联网太阳能路灯智慧监控系统 手机APP 简单操作的